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做麻神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我啊 就躲在创作区里面 创作区就是我的家 我记得啊 我之前在创作区的时候 有一个小朋友啊 跟我玩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可是我都想不起来 你们到底玩了什么游戏 有没有小朋友 那个小朋友可不可以上来跟大家分享 我那时候在创作区的时候玩了什么游戏 哦 李宗盛 就是你啊 那你可不可以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好 那请上来哦 李宗盛 我们那时候在创作区的时候玩了什么游戏啊 哦 李宗盛说啊 我们那时候在创作区啊 他用我把我黏在纸上 把我擺成清水公园鸭子的形状哦 哇 那你可不可以拿那时候的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下 哇 小朋友你们看 是不是很像清水公园的鸭子啊 哇 李宗盛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玩的游戏好好玩哦 谢谢你的分享哦 小朋友 我今天有带我另外三个好朋友想要跟你们认识哦 因为啊 他们也很想要跟上班的小朋友一起玩游戏 那你们等我一下哦 我要去把他们叫出来咯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断袋 我的家啊 就住在法夹山哦 法夹山的蝴蝶姐就是我哦 嗯 还有没有小朋友在其他的地方看过我啊 哦 彩杰说 他有在他的衣服后面的断袋看到我耶 答对了 有时候我也会住在那里 我好期待我们等一下一起玩游戏哦 啊 我另外一个朋友来了 我先回去哦 另外一个朋友先来跟你们打招呼等我一下哦 嘟嘟嘟嘟嘟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包装炸蛋 有一点长 我们一定不知道我的家住在哪里 我的家住在糖果的包装子上面哦 上面那个津津的下就是我哦 那怎么小朋友还在其他的地方看过我啊 哦 逸臣说他昨天去面包店的时候看到吐司袋上面也有我耶 对啊 我有时候也很喜欢去吐司店玩哦 嗯 我告诉你们哦 我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但是这个很厉害的地方是我的小秘密 我现在还不可以告诉你 等一下我们一起玩的时候 我再把这个小秘密告诉你哦 那我先走了哦 拜拜 哦 这里是相班吗 大家好 我的名字啊 就叫做松井戴哦 我啊 很喜欢玩躲猫猫 我常常躲在你们的身上哦 你们找一找 你们的身上 有没有看到我啊 哦 曾经说 他在他的裤子上面有发现我耶 哇 你好厉害哦 哦 牛牛说 他在他的衣服袖子上面也有看到我耶 我有时候也会躲在衣服上面啦 因为啊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可是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现在也不能跟你说 等一下我们一起玩的时候 再把我很特别的地方告诉你哦 那我们等等见哦 拜拜 相班的小朋友们 刚刚有没有认识了四个新朋友啊 等下来聊天来拿下盒子 你们新朋友哦 都躲在盒子里面哦 他们啊 想要跟你们一起玩游戏 你们啊 可以用你们的大眼睛看一看他们 也可以用你们的小手手 摸一摸 也可以用你们小手手 拉一拉 还是用你们的鼻子玩一闻 看看啊 你的新朋友有哪一些地方很特别 看看你们能不能发现他们的小秘密哦 看看你们能不能发现他们的小秘密哦 这样子啊 你的新朋友就会知道 你们认识他哪些地方哦 你们的小朋友想要分享的啊 好 伯勋请说 哦 伯勋说啊 他发现他的新朋友 包装杂带 很厉害 他可以弯 而且啊 弯的时候 我会动的样子 很像清水公园的路灯耶 那我们来试试看 看有没有弯的时候很像清水公园的路灯 哇 真的可以弯耶 那佩佩老师帮你写在上面哦 哦 伯勋还说啊 他发现啊 他刚刚不小心把那个包装盒撕开 他发现里面有一条硬硬的线 哇 伯勋你好认真的认识你的新朋友 谢谢你的分享哦 那还有其他小朋友想要分享的吗 好 彩真请说 哦 彩真说啊 他发现 断带摸起来滑滑的样子 很像清水公园的路灯耶 哇 那佩佩老师也帮你记下来咯 断带滑滑的路灯 那还有其他小朋友想要分享的吗 好 雅芊请说 哇 像断带小朋友的路灯 雅芊说 他发现松紧带的大秘密了 哦 雅芊说啊 他发现 松紧带可以拉得很长很长 又可以变回原来的样子 那我们来试试看到底可不可以哦 哇 是不是很神奇 那 彩彩老师也帮你记下来咯 松紧带可以拉 那还有其他的小朋友想要分享的吗 好 玉琳请说 哦 玉琳说 麻绳摸起来粗粗的 跟其他的线摸起来都不一样哦 有时候还会有一点刺刺 好 那佩佩老师也帮你记下来咯 哇 刚刚小朋友啊 都已经分享了他心腿有很特别的地方 刚刚出去有说 包装杂带很像清水公园的路灯 那小朋友你们想一想 我们的心腿还有像清水公园的什么东西 今天啊 玉琳老师要有准备材料哦 你们啊可以用你们的心腿做出在清水公园看到的东西哦 那些材料啊都可以在这个篮子里面都可以用 还有装作区里面的材料也可以用 还有我们之前一起去剪的回收材料 也可以用 可以拿出来用哦 哇 玉琳 为什么你还用缎带做啊 哦 玉琳说 因为他发现 缎带看起来亮亮的样子 很像合理的翅膀哦 哇 玉琳 我觉得你的玉琳看起来好漂亮哦 他的翅膀亮亮的 飞起来的时候一定很漂亮哦 那你继续做哦 我再来看你哦 诶 田园 怎么了 哦 嗯 田园说啊 他不想要跟陈琳一样都做清水公园的花 那田园你想一想哦 我们之前去清水公园散步的时候 有看到清水公园的花吗 哦 田园说 他看到很多很多清水公园的花 哦 田园说你也有看到是不是 那你们可不可以试试看 一起做清水公园的花 这样我们的清水公园啊 就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漂亮的花了 好 那你们去试试看哦 小朋友 我们再五分钟以后就要收拾咯 小朋友我们来收拾 收完东西到团桃去 一二三四五六七 收完东西到团桃去 哇 今天上班的小朋友都很认真的完成作品哦 而且在用材料的时候也有分享 最后收拾的时候也有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先帮自己搞一个好棒的印章 那有没有小朋友想要上台分享 你的作品 你的新朋友躲在你的作品哪里 好 沈颖想要分享 沈颖请上台 哇 沈颖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你的新 你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沈颖说她的作品叫做清水公园的树 而且啊她说她有三个星朋友在里面哦 她有三个星朋友躲在里面 第一个星朋友啊 就躲在树的下面 哦 沈颖说 因为啊 她用麻绳做树干哦 因为她觉得麻绳摸起来 感觉粗粗的 跟清水公园的树干很像哦 而且啊 她啊 闻起来也有树的味道耶 那另外两个星朋友呢 哦 另外两个星朋友就躲在树上哦 一个是断袋做的叶子 另外一个啊 是包装杂袋做的树根哦 树枝哦 因为她觉得树枝啊 摸起来跟包装杂袋一样 硬硬的 好 谢谢湘英的分享哦 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想要分享的吗 好 玉玲请上台 哇 玉玲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作品啊 你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哦 玉玲说她的作品叫做 清水公园好好玩 那你有在这个作品里面吗 你在哪里啊 哦 玉玲说她就躲在 她跟她的新朋友断袋一起躲在溜滑梯上面哦 因为她用断袋做溜滑梯 因为断袋摸起来滑滑的 所以她觉得溜滑梯很好玩 她们就一起躲在那里了 那另外一个新朋友呢 哦 另外一个新朋友就在旁边 就是用包装杂袋做的路灯 那我们都找不到最后一个新朋友 最后一个新朋友在哪里 好 玉玲说啊 最后一个新朋友 就是用双颈袋做的护城河 因为她觉得双颈袋上面 仔细看一条一条的样子 很像护城河的水 谢谢玉玲的分享哦 下班的小朋友啊 我们今天都做了很多 清湛清水公园玩的作品哦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明天可以用这些作品做什么呢 哦 玉玲你说 我们之前有做一个 我们之前有做一个 像邦清水公园的展示曲 你想要把作品放在里面 哦 像玉玲说 她也想要把她的书放在里面 好啊 那我们明天一起试试看 怎么样可以让清水公园展示区 变得更好玩 我的演示结束 谢谢女生